大家好,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是《不原谅也没关系》 本书是一本全球数十万读者推崇的心理疗愈教科书级别的作品 是第一本针对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自我疗愈指南,值得反复研读 被翻译成了四十多种语言,畅销全球 这本书能帮助我们发现人生中不尽如人意的根源 并且指引我们踏上更幸福、足够好的人生之旅 我们无法改变过往,但我们可以通过疗愈获得更好的未来 我们受过伤,但我们不必继续痛 本书献给那些经常在饭桌上遭受言语和情绪虐待的孩子 还有正在不自知地在餐桌上施害的家长们 希望这本书能帮助我们治愈所有伤痛,并修复我们与食物的关系 我们很多人对这样的场景都很熟悉 许多家长把餐桌不仅当作吃饭的地方,也当作教育的场所 殊不知,在饭桌上教育孩子 不仅让与家人一起吃饭成为一种心理负担 还会让肠胃的消化功能紊乱 你曾经是那个想逃离餐桌的孩子吗? 还是你正成为逼孩子逃离餐桌的家长? 也许你不知道,当孩子有意无意地选择逃避时,他已经被伤害 创伤事件不仅仅包括偶发的严重的刺激性事件 如战争、天灾、恐怖事件 还包括在成长过程中遭受的羞辱、贬低、欺凌、背叛、情感忽视、过度控制等伤害 这些伤害或许我们难以诉说,但带来的创伤却让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屡屡受挫 本书作者皮特沃克是美国享誉国际的创伤疗愈大师 他曾患有严重的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 他根据自身的疗愈经历和作为心理治疗师三十多年的从业经验 写下了这本经典之作 在书中,他深度剖析了CPTSD的起因、症状和类型 并提供了有效的自我疗愈工具 以帮助读者打破在情绪、思维与身体层面的恶性循环 这种完整、系统的多元化疗法 让读者更容易看清自己的状况 突破盲点、取得疗愈进展 如果我们成长的环境 让我们怀疑人生为何如此疲惫、孤单、令人失望或没有意义 让我们觉得自己不重要、不被爱、没价值或不够好 那么我们很大可能性有CPTSD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那么,什么是CPTSD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呢?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CPTSD的英文全称是 Complex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就是长期或反复地被虐待、奴役、威胁、暴力对待后产生的心理障碍 CPTSD的特征 情绪调节上的异常 存在一些错误信念 认为自己是渺小的、失败的、无价值的 对创伤性事件有愧疚感、自责自罪或失败感 难以与他人保持亲密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依恋障碍 CPTSD特有的情绪调节障碍、自我贬低、人际交往困难 在个人、家庭、社会、教育、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领域都能造成严重损害 绝大多数的CPTSD患者所经历的创伤都是自童年时代起就反复遭受的创伤 情绪闪回可能是CPTSD最典型的症状 它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强烈的退行 它会使人闪回到童年被遗弃时难以承受的意识状态中 在本书中,作者对于CPTSD患者都统称为幸存者 遭受创伤性遗弃的幸存者急易发生痛苦的情绪闪回 并非所有闪回都能被归为退行 闪回程度或轻微或严重 持续时间也可能从片刻到数周不等 只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和持续时间 才会被心理治疗师判定为退行 情绪闪回的常见体验包括 感觉自身渺小、脆弱和无助 感觉一切都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可怕 在最糟糕的闪回中 我们会觉得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临 一旦困于闪回中 恐惧、羞愧或抑郁 便会几乎占据我们的整个内心 这些症状通常还会叠加 从而使人感到屈辱 并且让人产生具有精神毁灭性的毒性羞耻感 毒性羞耻感会让CPTSD幸存者 觉得自己惹人厌、丑陋、愚蠢或有致命缺陷 这种强烈的感受会摧毁幸存者的自尊 触发情绪闪回 使幸存者重新体验被父母蔑视、打击、忽视和拒绝的感受 C先生在童年时期经历了各种虐待和忽视 他是家里的老妖 他酗酒的父亲一直不停地攻击他 用厌恶的眼神盯着他 更糟的是 他的哥哥们都效仿他的父亲 经常对他表示深深的蔑视 以此来羞辱他 他的哥哥们最喜欢在餐桌上 一边往他的饭碗里吐口水 一边嘲笑他 我一见到你就想吐 以至于 Z先生从小就厌食 成家后仍不适应与妻子孩子一起吃饭 独性羞耻感 能够在请客间摧毁人的自尊 家人过去对C先生造成的创伤 可能会让他在当下的情绪闪回中 立刻退行这一种 自己没有价值 必被鄙夷的感受和想法中 当Z先生困于其中 独性羞耻感就会发展为 极度痛苦的自我疏离 让他陷入混杂的被遗弃感中 仿佛身处被全世界抛弃的绝望深渊 如果我们深陷于自己毫无价值 有缺陷或自卑的感受中无法自拔 或是迷失在自我厌恶和恶性的自我批判中 那么我们可能正处于一次情绪闪回中 这些痛苦的情绪闪回 会激发CPTSD 幸存者强烈的战获逃 将或讨好的反应 这些反应是人类的防御本能 CPTSD幸存者会对真正的亲密关系 产生一种阻碍 因为亲密感往往会触发 他们想起自己童年时 是如何在战 逃 将或讨好的情况下求生 战 逃 将或讨好 这四种反应是诱发CPTSD的家庭因素 也被称为4F反应 是很多人在面临危险时与生俱来的本能反应 战反应 指人在面临威胁时突然做出的攻击性反应 逃反应 指人通过逃离来应对威胁 将反应 指人在意识到抵抗无用时放弃抵抗 麻木地陷入解离或崩溃状态 解离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能让人们暂时忘记现实 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讨好反应 指人在应对威胁时 试图通过讨好或协助来预先阻止和安抚攻击者 遭受创伤的孩子为了生存 通常过度使用这四种反应 会发展成根深蒂固的4F防御模式 这些防御模式能帮助孩子从可怕的童年中幸存下来 却也会导致他们应对生活的方式变得受限而狭窄 许多站类型的人会发展出一种类似自恋的防御模式 他们会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是完美的 他们还会通过愤怒地索取无条件的爱来疏远他人 从而避免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 如果站类型的人想康复 他们必须打破自己很完美的幻想 必须意识到他们居高临下的态度和站在道德制高点 要求他人的行为并无法消除当下的被遗弃感 许多逃类型的人会发展出一种类似强迫症的防御模式 他们看起来非常忙碌和勤奋 从而逃避更麻烦的人际关系 如果逃类型的人想康复 可以利用大量的自助类图书和课程 来帮助自己学会放松 减少习惯性忙碌行为 许多将类型的人会发展出一种类似解离的防御模式 他们会躲在自己的房间和幻想中 深信人际交往对自己毫无意义 不过也有些将类型的人没有完全放弃人际关系 他们倾向于在网络中发展人际关系 如果将类型的人想康复 可以通过宠物图书和安全的远距离人际关系进行治疗 他们可以练习用哀悼表达愤怒 或者做一些有氧运动 有助于恢复他们沉睡的意志和动力 许多讨好类型的人会发展出一种类似关系依赖型的防御模式 他们几乎从不展现自己 以避免情感投入和可能产生的失望 他们对他人过度倾听 过度取悦或过度服务 如果讨好类型的人想康复 可以通过适度地倾听 适度地照顾他人的方法来获取安全 限于情绪闪回中的幸存者 其实是在重新经历童年时最糟糕的情绪体验 他们学习从4F防御模式的关系依赖中康复 也需要学会管理情绪闪回的13个实用步骤来疗愈自己 加拿大受虐幸存者康复协会曾说 希望将本书《管理情绪闪回》的13个步骤 纳入他们的资源手册 这13个步骤是 第一个步骤 告诉自己 我正在经历闪回 闪回会让我们重新感受到童年时的无助与危险 我们要提醒自己 我们所经历的感受和体验只是过去的记忆 它们现在已经无法伤害我们了 第二个步骤 提醒自己现在很安全 已经远离了过去的危险 第三个步骤 我们需要并且有权力设定界限 提醒自己不必容忍他人的虐待 我们可以自由地离开危险的环境 并抗议不公平的行为 第四个步骤 安慰我们的内在小孩 我们的内在小孩需要知道 当他感到失落和恐惧时 我们会无条件地保护他 第五个步骤 破除闪回无休无止的观念 我们会在闪回中体验到童年时期的恐惧和仪器感 会觉得永无宁日 但是请记住 闪回总会过去的 第六个步骤 提醒自己现在拥有了成年人的身体 已经很强大可以保护自己 第七个步骤 慢慢回到身体里 我们需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放慢速度深呼吸 然后柔和地引导自己放松身体 第八个步骤 抵制极端化 灾难化的思维 我们要拒绝羞辱 仇恨或仪器自己 把自我攻击的愤怒转化为 对不公平的自我批判说不 第九个步骤 允许自己哀悼 闪回是释放过去被压抑的恐惧 伤害和仪器感的机会 请肯定并抚慰我们内在小孩 曾经的那些无助的感受 健康的哀悼可以把我们的眼泪变成自我同情 把我们的愤怒变成自我保护 第十个步骤 培养安全的关系 并寻求支持 想要独处时 可以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 但不要因为羞耻感而孤立自己 让我们的亲密对象了解什么是闪回 并请他们通过交谈和分享感受 来帮我们度过闪回阶段 第十一个步骤 学会识别触发闪回的诱因 远离那些让我们感到不安全的人 地方活动以及可能触发闪回的心理过程 第十二个步骤 弄清闪回的根源 闪回是一次机会 可以让我们发现验证和治愈过往遭受的虐待 或遗弃所带来的伤害 第十三个步骤 对缓慢的康复过程要有耐心 我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来逐渐减少闪回的强度 持续时间和次数 真正的康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往往是前进两步又后退一步 而非一蹴而就的救赎幻想 所以不要因为出现闪回而自责 学习了管理情绪闪回的十三个实用步骤 我们再来学习哀悼的力量 哀悼能够改善闪回 幸存者可以学着用哀悼把自己带出恐惧 因为恐惧意味着安全感的消失 可以学着用哀悼把自己带出羞耻 因为羞耻意味着自身价值感的消亡 也可以学着用哀悼把自己带出抑郁 因为抑郁意味着生命活力的消亡 哀悼的方式有四种 愤怒、哭泣、口头宣泄以及感受 我们来了解钱三种方式 拓展我们的洞察力和理解力 第一种哀悼方式 愤怒可以减轻羞耻感和恐惧 愤怒意味着抱怨当前或过去的损失和不公正 是一种积极的哀悼方式 幸存者需要为了童年时遭受的恐吓 羞辱和忽视等虐待而发怒 他们会通过愤怒抒发出 对在家庭中长期缺乏安全感的怨恨 他们愤怒的是 在无数次经历求助无缘时 从来没有人给予他们指导或保护 也没有人对他们的发展和成就给予公平的或赞赏性的认可 第二种哀悼方式 哭泣 哭泣大多数时候是化解闪回的有效方式 当我们以自我接受的态度来拥抱自己的眼泪时 哭泣将唤醒我们停滞的自我同情本能 我们尝试让自己大哭一场 把自己带出抑郁和恐惧 找一个安全 舒适 不会有人听到你声音的地方 闭上眼睛 想象一个可能会对你有善的人 从而唤起自我同情 看一部凄美的电影 想象你的眼泪或愤怒 把所有恐惧 羞耻或抑郁带出你的身体 成年后的Z先生 在一个私密安全的空间 通过一次次的放声痛哭和怒吼 发泄着童年被家人虐待和忽视的痛苦 当这些情绪被释放后 他终于不再厌食 可以与家人一起吃饭 修复了与食物的关系 第三种哀悼方式 口头宣泄 是通向亲密关系的最佳路径 口头宣泄是指通过说话 或写作来抒发和释放痛苦 让我们把痛苦通过我们的所说 所想或所写的话语得到释放 在没有其他人听我们说话的情况下 独自进行口头宣泄 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技巧 如果我们的房间不够私密 可以开车去一个私密的地方 随着哀悼变得更加有效 我们的自我同情和自我保护能力 会越来越强 我们的内心也会对自己越来越友好 至此 我们虽然学习了哀悼的力量 但还是有许多CPTSD幸存者 从未拥有过足够安全的关系 若要彻底治愈心理障碍 通常需要与治疗师 伴侣或值得信赖的朋友 进行修复性的关系体验 我们需要和充分信任的治疗师 伴侣或朋友 一起来进行关系型疗愈 一起来体验 如何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悲伤 愤怒 恐惧 羞耻和抑郁 关系型疗愈的四个关键品质是 共情 真诚地展现脆弱 对话性 以及合作型关系修复 这些品质 对于培养信任和疗愈 自我是必不可少的 共情是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在体验 去思考 感觉和教导自我同情的能力 也被称为自我接纳 真诚地展现脆弱 真实的关系造就健康的关系 真诚地展现脆弱 往往开始于对他人的情感回应 情感反馈要求我们能真诚地展现脆弱 并透露自己有时也会生气 悲伤 难过和害怕 比如当你痛苦地找朋友寻求安慰的时候 如果朋友能够向你展现他自己的脆弱和悲伤 那么你们之间就会产生强大的情感共联 这通常会唤醒你的自我同情能力 一段时间后 当你处于闪回或其他痛苦的生活境况时 你就能逐渐学会自我安慰 并越来越少地屈服于自我憎恶 自我失望和自我遗弃的内心折磨 对话性是指两个对话者流畅的切换 是相互尊重的关系 这种对等的互动能防止任何一方趋于极端 陷入失调的自恋或依赖型关系中 合作型关系的修复是通过成功解决冲突 使关系恢复变得更加紧密的过程 每一段实质的关系都必然会出现不和谐和不满意的时期 当分歧暂时破坏了安全连结的感觉时 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恢复亲密关系 比如我们最好的朋友 通常是那些与我们发生过冲突 并找到方法化解的人 共同经受住了有益的考验 通过关系来治愈创伤后 我们还要明白原谅是一种爱的感觉 在许多疗愈学说中 有很多不准确的关于原谅的指导 他们教导人们必须做到彻底 而永久的原谅才能康复 不幸的是 有些人接受了这一建议 去原谅那些他们还没有充分哀悼的虐待行为 那些仍在发生的虐待行为 以及那些永远不该被原谅的令人发指的虐待行为 我们需要明白 某些虐待行为非常极端 对受害者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因此根本不应得到原谅 例如被奴役 有意的残害和虐待行为 当我们偶尔感到被亲密的对象伤害时 我们可能无法立即唤起对他们的爱或原谅 但我们知道 只要经过充分的沟通和非虐待行的宣泄 我们最终会重新欣赏他们 原谅是一种爱的感觉 当我们彻底宣泄出对过去的愤怒时 我们就更容易感受到原谅 当我们学会通过哀悼 把自己带离被遗弃的闪回时 我们就会重新获得对世界的归属感 和对世界的爱 我们能原谅自己多少 就能原谅别人多少 我们对别人的原谅之处 就是我们自己以前感到的痛苦之处 如果有些伤痛确实无法忘记 那么不原谅也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持续地认为自己不重要 不被爱 没价值 不安全 或自己不够好 那么我们便有很大的可能性 有CPTSD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就是长期或反复地被虐待 奴役 威胁和暴力对待后 产生的心理障碍 CPTSD的特征是情绪调节一场 存在自己是渺小 失败 无价值的错误信念 难以与他人保持亲密的人际关系 是一种依恋障碍 情绪闪回是CPTSD最明显 最典型的症状 毒性羞耻感是情绪闪回的表现 CPTSD幸存者会从童年时 就利用4F反应 战 逃 将或逃好来防御求生 并从4F防御模式的关系依赖中康复 管理情绪闪回的13个使用步骤是 告诉自己正在经历闪回 提醒自己现在很安全 设定界限 安慰内在小孩 破除闪回无休无止的观念 提醒自己已经很强大 让温暖的感觉回归身体 抵制灾难化的思维 允许自己哀悼 培养安全的关系并寻求支持 学会识别触发闪回的诱因 弄清闪回的根源 最后要明白 对缓慢的康复过程 要有耐心 哀悼能够拓展我们的洞察力和理解力 我们可以通过愤怒 哭泣 口头宣泄来哀悼 治愈伤痛 我们还要利用共情 真诚地展现脆弱 对话性 以及合作型关系修复来治愈创伤 最后我们要明白 原谅是一种爱的感觉 我们受过伤 但我们不必继续痛 我们要摆脱束缚治愈创伤 我们还要明白 不是所有的伤害都应该得到原谅 如果有些伤痛确实无法忘记 那么不原谅也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放过自己 轻装前行 至此我们治愈了所有的伤痛 修复了与食物的关系 大多数时候 我们不被得到认同也没关系 我们要认定自己没有缺陷 既不疯狂也不怪异 甚至要开始由衷地认为自己值得被爱 当我们在生活中 遭遇了不可避免的失落 孤独和困惑 无法控制的不公和意外的错误后 我们可以自由地培养内心的宁静 与自己建立友善的关系 以自我支持的姿态 从生存的挣扎中解脱出来 并逐渐走向茁壮发展 爱的艺术让我们相信 爱的离开是有原因的 而且它会重新回来 我们要把爱记在心里 当我们在疑问和怀疑中徘徊时 我们要温柔地慈悲地等待 直到我们记住 爱总会回来